歡迎繼續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網上志 中美兩國在科技的技術競爭 從新能源一路 包括在航太科技 包括在宇宙 來看一下 有一個最近的消息是 NASA竟然成功的 那麼找回了 那麼航海加2號 這個已經失聯了46年之久 非常重要的這一部的 太空飛行器 那麼它耗時非常長的時間 在宇宙挖牙挖 大功率的散佈信號 終於這個所謂叫星際吶喊 找到了 那麼終於成功的恢復聯繫 慢慢要把它拉回來了 按照恢復到原來的軌道 在此同時 中國的部分的嫦娥7號 也在尋找月球上面的水 所以進行各式各樣的部分的 包括科技的偵測跟掃描 同時在分析整個 在月球方面的狀況 那麼尤其是月球南極的部分 為此對於未來 那麼中國大陸登月的火箭 我們看一下畫面 最近其實也在進行的 各式各樣的 它的發瘋機和測試 畫面上看到的是純粹 針對於這個登月火箭的測試 因為登月不只發射到太空 還要落到的月球之上 所以這個部分的測試 現在是如火如荼的 在進行當中 而且中國同時也發布了 他們的飛行器偵測 所拍攝到的火星彩色的畫面 整個火星探測的火星全球 整個火星的全球影像 中國也都持續在捕捉 那麼講到太空的這個部分 那麼不行讓人想到 這個馬斯克的SpaceX 那麼馬斯克跟中國大陸關係不錯 但是究竟中國要不要用SpaceX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 因為全球的低軌衛星當中 已經有我們看到 包括SpaceX這麼多 加拿大 英國的都有 有五大衛星的製造商 但顯然中國要自己扶植 中國自己的民營衛星公司 2030年達到整個 低軌衛星的國網 那麼講到這個 馬斯克的部分的清煉 明明現在已經蓋得非常非常好 但台灣現在不用 原因是什麼 因為馬斯克對於的言論 而且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好像挺不錯的 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政府的部分 不用星鏈 好像要自己 要透過在英國來發射 繞了一個比較貴比較遠的路子 就是不要用星鏈 講到這個部分 馬斯克部分來看一下 現在他的特斯拉 最近的部分的統計 在電動車方面發現了 7月份 剛結束的7月份的銷售量 特斯拉在中國只有6.4萬輛 狂掉了31% 比較比亞迪的部分來到26萬輛 比亞迪持續成長 所以這裡頭其實包括了電池 包括特斯拉本身的魅力 外面分析說現在特斯拉 已經賣了這麼久 6年了都沒有改款 開始有一點審美疲勞了 中國的電動車現在很多款 有很多選擇 是不是有可能會更進一步 那麼中國新能源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整體 不只是在特斯拉 在中國大陸的生產 還有中國自己本身的電動車 可以看到集裝箱都這樣 吊上他們的貨櫃車 透過一帶一路到全世界 很多的國家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 已經占全球60%了 那麼習近平特別提到 那麼2014年就是說 新能源車是中國的 敗向強國的必由之路 而且藍圖正在實現 那麼經過了這8年之後 可以看到好像真的實現了 那麼現在也傳出 兵士也會採取 中國大陸未來的充電站 還有小馬自行跟豐田 會充斥自駕自行車 感覺起來包括日本 德國的各式各樣的新能源車 跟中國大陸的各式各樣的 戰略性跟市場性的合作 都在如火如土的進行 先請教介大使 有關登月的計畫 中國大陸已經正式對外公佈 要在2030年前 完成載人登月計畫 對 這已經是 這個新聞是5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方也證實了 也就是中國大陸這個航空 載人航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 副主任 叫林希強 他對外公佈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正式的計畫 而且時程表很確定 其實美國在川普總統的時候 他做了兩件事 就是美國要重回太空 美國是回到地球 還要回到太空 所以他成立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太空軍 他把美國的軍事部門 原來主要在空軍的幾個單位 合成太空軍 那個我們過去就討論過 但是明確違反國際工法 有關太空要 只能限定和平用途 這個基本原則 可是你知道川普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不講理的人 他成立一個軍種叫太空軍 就是跟國際工法挑戰 所以美國不遵守國際工法 由此可見 另外他也設立一個目標 美國也要儘快再次登月 可是他因為他這個登月計畫 那麼中間面臨很多問題 所以就是說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美國再次登陸月球 因為我們知道 上一次登陸月球是1969年 阿波羅2號 載著太空人阿姆斯狀登月 那時候我還很小 可是那時候全台灣 大家都在看電視轉播 全台灣 全世界都要看電視轉播 那個1969年 當時那個阿姆斯狀踏上月球 有一句名言 到現在我都還記著 他說是阿姆斯狀的一小步 可是是人類的一大步 全球轟動 美國那個時候也是 國勢如日中天 可是曾幾何時 他們現在又要重新 要恢復他過去那個光榮 可是為什麼 美國的這個過程中 大家都值得懷疑 因為美國的這個NASA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靠國會給他撥款 他才能做長程計畫 可是美國國會 這個常常變來變去 他的計畫不是說 今天做了 明天就錢還繼續有 常常怎麼講 就是說變來變去 這跟中國大陸是不一樣 你看我們今天在2023年 中國大陸就已經明確講2030年 這個中間就表示說 他這個計畫是延續的 而且資金都會到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大家這個時候到 就是說對美國 和中國大陸的承諾來講的話 現在以中國大陸 跟美國體制相較的話 大家會比較相信 中國大陸 那麼是會比較按計畫 照張辦事的 倒是美國 這個東西我們都不太敢確定 不過馬斯克這個 SpaceX這個計畫 其實象徵是六代 第六代的通訊 也就是G6的六代通訊 G6的六代通訊要通過什麼 通過低軌衛星 基本上就不需要靠我們 我們現在到處都看什麼機台 機台發射中 手機機器台 它是在高點上來怎麼樣 讓我們的電波傳輸 將來這個G6 基本上是要靠什麼 低軌衛星 然後它的速度跟它的這個 速度跟它的這個 所謂它的這個 能量 覆蓋面都大很多 又快又大 所以現在馬克斯要 馬斯克他這個東西 現在他已經發了 聽說有上萬發 他要發4萬顆 中國大陸也成立一個 民間的公司了 預計要發1萬顆 所以這種是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中國大陸絕對不會用美國的 他一定要自己建立 沒錯 張鈞 這個我接著G6的話講 這SpaceX 其實在這次的俄烏戰爭裡面 表現得非常突出 對不對 烏克蘭因為它的網路都壞掉了 所以他就 馬斯克支援它這個星鏈衛星 然後讓它能夠持續作戰 而且不但能夠持續作戰 還可以跟俄羅斯抗衡 可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前兩天 馬斯克就講了一句話 他覺得成本太高了 我特別要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目前對外聯絡的 主要是海底的纜線 總共有14條 這14條其實纜線對我們來講 非常重要 他們有經過評估 如果說 我們都認為說共軍封鎖台灣 可能是用軍艦或用武力 把你封鎖 其實這14條纜 如果說被它從海底切斷的話 我們對外的聯絡就完全中斷了 對不對 那你說我們現在就靠星鏈 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大家評估過 星鏈來講的話 如果台灣 應付台灣對外需要 要200顆衛星 因為它是低軌道衛星 它隔一段時間才繞過來 隔一段時間才繞過來 所以你持續要能夠聯絡到的話 必須要200顆 而且它的傳輸的穩定性 老實說目前來講 沒有海底電纜那種線路來得好 就像是我們家裡面 我們自己用網路來講的話 有線傳輸還是比Wi-Fi來得要穩一點 對 平常講比較不會Lag 類似有這種問題 那一顆衛星 一顆衛星 200顆 一顆衛星它成本是多少 60萬美金 對 合台幣是1800萬 台灣要200顆 你看看成本多少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每一顆衛星 它有使用的壽命 壽限是5到7年以後就要換 所以馬斯克支援烏克蘭它在叫 它成本負擔太大了 它那個衛星持續要一直要不停的 第一個要不停的更換 第二個它要不停的發射 這個衛星上去補充 所以說星鏈 蔡英文講的要跟馬斯克合作 或者是說跟英國來做合作 我覺得這目前來講的話 台灣你現在這些科技經費上面 負擔得了 負擔不了 而且這種東西一旦一做下去以後 不是說一天兩天你就沒有了 而是說你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批 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批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之所以說比亞迪的汽車 不是 這個 特斯拉的車子 其實我聽很多車迷 他們在評論這個車子 不錯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很新鮮很好奇 好像一個手機 在開一部手機一樣 非常新鮮 非常好奇 可是他們評價說這個車 它的水準製造的滿粗糙的 畢竟美國的造車產業 沒有日德來得要精密 來得精細 它不管裡面內裝要幹嘛 譬如說他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車子一定有接縫 他說那個接縫就很大 所以造成的噪音很大 所以特斯拉的車子來講 它的缺點在這邊 它並不是很精密的車子 中國比亞迪來講的話 它慢慢慢慢 它除了說是在科技方面 也可以進步之外 它在造車的工藝上面來講 手藝上面來講 也逐步的趕上特斯拉 所以它超越特斯拉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它的精密度 它的設計感 新鮮感或者美感 可能都可以超過特斯拉 是 海斌 我覺得這個未來星際 一定是人類爭奪的一個舞台 所以其實美國當時國力能夠 一下子迅速擴張 其實也跟他們當時願意把大筆預算 投入到星際開發裡頭 包括登月任務 包括其他火星探測任務 其實一方面 它壓過了當時的前蘇聯 另外一方面 也讓自己的科技快速提升 所以這是非常厲害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現在的美國 還能夠像過去這樣投資嗎 這恐怕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美國自己內部 面臨非常多的危機 它需要大筆的預算 然後美國現在的國防預算 已經破了史上新高 已經到8000多億美金去了 美國還有多少能耐 投資在太空的 這些技術的開發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都是一個隱憂 當然目前世界上 第一把交椅的還是美國 美國的太空技術確實是很厲害 不過中國正在激起直追當中 可是我們講的一副 好像臉上貼金一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美日電訊報說 是我們台灣擔心馬斯克 所以才不願意跟他合作 其實不是 是馬斯克要求說 你台灣要跟我合作可以 我要有公司百分之百的掌控權 我們不敢 然後我們真的沒辦法讓他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變成一個傻瓜 然後所有的事情由馬斯克來主導 馬斯克其實他這個人隨時隨地 他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了 他會做什麼狀況也不知道 據說他現在打算要跟烏克蘭收錢 我不知道烏克蘭有沒有錢給他 所以這個是個很麻煩的事情 實際上我們台灣自己目前 在低軌道衛星的技術上面 其實確實是比較差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要去跟人家合作 可是合作